我就看到一支三十幾年的Cartier手錶好想買 但是那時候就一直在糾結糾結 Parsha de Cartier這一次的整個展覽 我覺得好深奧喔 所以它整個傳遞的訊息跟讓你去反思的東西也是好深奧 我之前看到這支手錶的時候沒有想到 原來它全部在後面的這些idea是這麼的深奧 但是這一次的展覽我覺得有讓我 帶給我完全一個不同的視角 所以我很喜歡 所以你已經看過整個展覽 對 那你有對哪一個部分是這個印象出現的 最一開始就是看完整個大使影片 它有兩個隧道 一個是圓的 一個是方的 然後它要你選擇你要走哪一個道路 然後在那的時候我真的就覺得 欸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然後在想說 我要dream to achieve 還是我要achieve to dream 我就站在那邊很認真想說 我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就覺得這一次他們真的很用心 去放了很多很多的巧思 在這個展覽裡面 中性一點的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圓 它又不是完全的圓 它是個圓 但是你又會感覺它是一個很 圓滑但是又帶有一點個性在裡面的 嗯就我覺得有跳脫 以往比較優雅的樣子 啊珠寶錶也有 嗯 像這種歌先生也有 以你現在那些段 哪一種會比較吸引你 我很喜歡手錶耶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以來就是 非常喜歡凱雷的手錶 因為我覺得除了他們做工非常精緻之外 呃我覺得他們不管是這一次的Parsha 還是之前的Panthea Descartes 都是走一個很經典 然後甚至是20年30年40年 都不會退流型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尤其是女生的一個投資 然後我不知道是年紀慢慢越來越大嗎 就是到了30幾歲就會開始 不會只想追尋飾品或珠寶 我反而更喜歡手錶的一個溫度 嗯 可以搭配在很多不同日常 哪怕你穿T恤牛仔褲 或是甚至像今天我穿比較正式一點的褲裝 或甚至是禮服 我覺得都 都是很適合的一個搭配 嗯 其實去年 前年在時裝週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古董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 呃因為我很想很想買第一支 我很希望是一支古董錶 然後我就跟我經紀人去逛那個古董店 我就看到一支三十幾年的Cardley手錶 好想買 但是那個時候就一直在糾結糾結糾結 我們就等到最後一天 想說好時裝週結束走去 結果那天老闆關門 呵呵 就來不及買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手錶是一種緣分 嗯